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占地110亩的园子很少有人光顾 今天是周末 一大早这平时安静的院子里突然热闹起来 空落落的大院子平添了不少的人气 这些在台子上练靶石的人平时都有着各自的工作 每周六周日上午他们都会在这个场地上比比画画 不管下面有没有观众 台上的活都很卖力气 这台上练的是中国式摔跤 在老天桥的记忆中 耍中斑和摔跤都是从宫里传出来的上乘功夫 也是北京老天桥绝技中最火爆 最招人气的项目 中国式摔跤是中国最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 古代称为绝力 在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这种徒手的竞技武术在清朝时期盛行在宫里 自进城里设左右扇扑两盐 专门训练清朝贵族青年摔跤 并为王宫贵族表演 叫做观跤 后来随着清王朝的衰败 这门记忆流落到民间 融入了浓厚的精味民俗特色 功法到技法也形成了独特的精焦风格 被称为中国式摔跤 中国式摔跤除了健身之外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是老北京天桥著名的绝活之一 这位坐在台下不远处的老人叫马宝贵 老人家今年八十有余 台上耍靶似的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别看老爷子现在腿脚已经不灵便 当年他可是天桥场子里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的师父宝三是老天桥交场的头牌把师爷 那一身中翻摔跤的功夫被誉为天桥绝技 如今八十几岁的马宝贵是宝三的亲传笔子 也是老天桥仅剩下的唯一一个身为绝技的老艺人 我在那个人都耗虎泡练 想着这辫子不挨着敌命 挺心别度 那个沈先生叫天桥那三小时掌弄牛肉 头上有点靶子 靶子羊 老请不上来是挣不着钱 没人看你真是要钱 他在沈先生说我刚才给你拿两份大人来 我说就给你请人人多了呢 你都练靶子 再要钱 把羊说成 他一摄跤那里的外头没有啊 和公里东西一穿搭着 俩一走着人家屋下就围上 围上人 人多了 后来咱俩再来那个什么武术不 一样无知人要走了 要散了 后来沈先生跟把羊说 干脆咱那摄跤要钱的了 诶 这么来了 北京天桥因桥而得名 这里原本有座桥 是供天子到天坛 鲜龙坛祭祀时使用的 故称之为天桥 1934年全部拆除 桥纸不复存在 但是天桥作为一个地名 一直保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前 这里是许多江湖艺人摆摊子卖艺的地方 行画画锅 锅是做饭用的 画了锅有了个厂子 艺人就有碗饭吃了 天桥市场的杂耍表演是一大特色 不但项目繁多 而且技艺高潮 中国式摔跤是天桥绝技中最招人气的一项 当时天桥极大著名的交场曾经弟子云集 观者如潮 哎 画山大 满画山大 你走走 我这一嗨你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站着了 哎 满画好 这站着气不饿了 这回我们练一下 这回练什么练同败的 我这 一戳 这手跟能进得这么深 那不信 不信 你给我来看 你摸摸这臂硬不硬 这人家过来了 这叫原名字 大一斗额来 啪 这手全都 那别人的凉活 你太少 假的 全是呢 这人家多了 全是呢 这就这么办 咱俩比较比较 你找人家里 我找人家里 咱俩说说 看谁能赢了 这就鬼买了 对了 大眼一见坑 人家多了 啥说咱们这里就来 哎 这一块 咱俩练三眼啊 叫三眼分身外 两下 独斗书鸣 新中国城以后 天桥这个平民文化的乐园 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1999年底 北京天桥在经历了数次兴衰之后 在潘家园又恢复起来天桥民俗文化城 他的创办者叫王树生 华城天桥是99年年底创办的 因为什么要做这华城天桥呢 华是华下的华 生是这个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新生 天桥是一品牌 还是我老北京这个民俗文化市井文化的一个品牌 我们打造华生天桥主要目的就是传承和技能发扬我们这个老北京文化 把这个即将要失传的很多的文化绝活绝技呢 要给它传承下去保护下去 可以说当时是一种强调的心态 在当时的潘家园华生天桥民俗文化城里 有一个标志性的雕塑 雕塑里的人物比划的就是中国式衰焦 离雕塑不远是一个中国式衰焦的焦场 这个焦场的负责人就是雕塑中的人物双德权 双德权自时已经年近70岁 退休前是北京拖拉机厂的工人 在焦场的中间挂着他1989年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时代光荣照 来到天桥 这个人是双德权的儿子双智杰 天桥其他老人你可能都知道 向康大师侯伯林就是天桥出来的 唱平旧秀侠力拉九张工 这叫周国全 这新天桥老人家就不在事了 看不见了 没别的 老天桥老义人不在了 后代还在 接着给大家表现老天桥代表作 丁国山桥 哎 上了两位 哎 管你张国通还是张傻子了 谁赢的是谁的 哈进来 哎 登手 哎 稳住了 哎 这小伙子急了 没有 差一点 差一点 哥的鼓掌 加油 小伙子 走 没有 走 哈进 七十岁的双德权 自小在老天桥的交场子里混搭 他从小迷恋摔跤 曾经失从天桥著名教授王茂林 利用工作之余 坚持练习摔跤 1995年退休之后 双德权在他家附近的 德胜门编河公园 开办了北京第一家 民间交场 义务传授 中国式摔跤 2000年 他应王树生的邀请 把交场搬到了 天桥民俗文化村 并让儿子双志杰 辞去工作 来交场 做他的帮手 北京是中国式摔跤的发祥地 从清朝末年 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摔跤一直深受北京人的喜爱 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三五成群围场子摔跤的人 但如今摔跤没有了早年间的红火劲 老北京的艺人把料地摆摊挣钱 称为平地抠饼 如今摔跤不景气 想从这个地上抠出饼子来 是不容易的 双志杰在来交场之前 在一家公司开车 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块钱 如今只能拿到两千多元 因此他对摔跤总也爱不起来 我这儿来了 你自己都站不住了 你怎么摔到这边 你老婆你给我把这道锁铺好了 你给我铺的这道 你俩这是 几个大公司几个大满 你给我铺好道了 不着急了 你孙子都不着急了 这叫铺道 这个咋不上铺道 而双德全却认为 自己给儿子铺就了一条平坦的路 希望儿子能接自己的班 将交场办下去 你要叫我说就是平坦 叫我说就是不平坦 就是由上刀下 全都知道有一个方式别 他头头是谁 他爸 说这个路 相当平坦 特别平坦 走那叫他 怎么走 就是这样 怎么走 你瞧没这话 问题就出来了 那怎么走 现在就正过去摔跤 正过去摔跤 谁走了 给我成功的范例 现在没有 没有啊 现在咱们不能说 咱们就算成功的范例了 咱们没有对照 他为什么这都没人走 咱们不能说 咱是出类拔算 确实走着非常难 你给我带上这条道了 你给我带上这条道了 是什么道 王树生 最近要在他的华生戏楼里 组织一台展示老天巧风貌的演出 节目单出来后 他觉得缺少了中国式摔跤这一项 吃饭就这么看了 后来怎么 我都这么多走了 今天特意请来了双德权的几个得意弟子 刘古文 牛名利来商议 想把中国式摔跤这个节目 加进去 摔跤为什么说手和眼神发布 手势脸上门啊 成名腿上门啊 所以练的时候 全身的协调性 你只有咱们中国式摔跤才穿这种衣服 知道吧 搭领的指数是这个 揪衣 中国摔跤的就是快打慢 慢打实 你想那打赏 把针 认真你认我吧 把针给针上了 就那么快 你要慢一点 你摔不到人 我14岁的跟着什么学校 我今年53岁 以前我们的学校都四五十坐的 特别红啊 一天接好五六百来十三场演 十年前 师傅双德泉的交场 在潘家园刚开张时 每天只有下午三点到四点半 一场演出 那时在睡觉表演之前 先要耍狮子热场 经常是锣鼓敲了半个多小时 偌大的场子里 只坐了三两个人 其中两位 可能还是隔壁开店的朋友 没有一位是买票入场的 不过 那时的交场 总能吸引一些 来拜师学艺的人 不是就跟谁练过 河南 就看着书啊 没跟老师时候练 社交 老师 没有 没练过 是一方面 练过来讲 咱们怕人不高兴 里面 你确实在河南里没练过 那没有关系 练过练过 你们别给造成矛盾 你们来了到北京工作 工作以后喜欢这个 一旦河南有人知道 你河南怎么上北京 那 练过没有关系 你练一天 你肯定也练了 自学成才 就在双德权考虑 是否收这个徒弟时 河南小伙又提出 想在现场和双德权的徒弟们 比划比划 挺好 给这咱俩介绍介绍 这是咱们河南来的 就为了中共事摔跤 爱对中共事摔跤 只要休息 上咱们这来 练习练习 这是老学员 咱俩互相学习 曲纳木短 以交会友 以武会友 这是下面咱们裁判 给你们注意 就是听话 停 开始 注意 叫松手就松手 这年约 这种以交会友的事情 不多见了 为了维护交场的威望 双德权派出了 交场里 他最得意的徒弟 刘古文 中国式摔跤 采取的是三点着地 决胜负的规则 也就是除了双脚之外 身体任何一个部位 着地就算输 开场仅一分钟 刘古文就被撩倒在地 输了第一局 走 有劲 不错 注意啊 不错 不错 能给这个红的说来 真不错 出点叶脖 这就没劲了 快 二十秒之后 刘古文又搬回来一局 走 你还要一点 真不错 这件玩好 上面有劲 走 注意 停 少注意 站地啊 危险啊 高点还有两个劲 按照交场的比赛惯例 应该是五局三胜质 对 在二瓶之后 双则拳却出人意料的 喊出了 还有两局比赛 走 按比赛 你怕 你先站在里 再来一下 起来 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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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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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下 这就证明老没摔了 要老摔不正 再来一下 来 来 来 三比二 挑战者放弃了最后一局比赛 从这儿上 好 干的 握手 握手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你记着 大家注意啊 那谁 你喝点这个 来 来 来 你看 我看他怎么破你啊 怎么破你啊 你就瞧着行了 大家全注意 你这手一把小匆一把丢在那儿 老掉腰 是不是 老掉腰 你看啊 我是他 我掉腰的时候 你 现在我是你 你是他 你看 你掉腰 注意 你这揪着人家 你这死了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这问题 注意点啊 你看 我揪你 你掉腰 再注意点 瞧着啊 你也瞧着啊 注意啊 端颈 掉腰 走起来 走 坏了 是不是 连十年都不说一句话 这就是好东西 你练了 别练 不知道怎么使 以前我拿钱的都值钱 现在 能不能一输一云 就是合乎那个 运动学 立学 现在我明白了 现在要摔 整理了 你走 你不走 起立也不是 对 走起来 腰偷着胖 你看 走 你变脸 是 自从交场解散后 刘古文和他的师兄弟们就没有了固定的训练场地 各几个搭帮去了剧组跑龙套 凭着一身的真功夫给影视剧中当武打替身演员 在最近刚开播的电视剧《交亡》中 两个人还捞了两个不小的角色 各几个经常凑在一起练练基本功 摔上几脚 这练了几十年的功夫 谁也舍不得丢下 力量就在这时候 啥 啥力量 因为把人要拿活了 你才能使动作去摔 才能入半子 这个在 可是你练空 不如带这个分量去练 这个有三十多斤 还有大的 大的大概其在五多斤 叫麻垫子 这个没有分量 因为摔跤这样就打闪认真 垫的就是一个速度和一个爆发力 所以说我们要使这种有韧性的东西去把爆发力出来 如今 哥几个聚在一起最兴奋的事 还是聊起来 当年师傅双德全 潘家园交唱 曾经创下的灰黄 双德全的交唱 从滨河路到潘家园 经过十年的坚持和苦心经营 终于在北京聚脸了人气 到了十周年的时候 在圈子里已经颇有些名望 来拜师学艺的弟子来自全国各地 随着观众人数的增加 演出场次也从每天一场改成了一天三场 交唱人定兴旺 人气火爆 为了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双德全准备在交唱举办一个十周年的庆典 为了准备庆典 交唱请来了不少帮忙干活的人 但是只要涉及庆典的事 双德全都要亲自上手 交唱上下更是忙成一片 不过也有人例外 庆典当天要举行一次中国式摔跤邀请赛 虽然参加比赛的基本上都是双德全自己的徒弟 但是到场的嘉宾里有不少会是摔跤的行间 如果徒弟们在行间面前露了气 终究不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因此就算是不喜欢这个行当 双之节也不能给老爷子丢的 他赶着在这最后一个晚上再单个的教几个徒弟一些绝活 九点半才开始的庆典活动 第二天双德全八点就来到了交场 除了邀请的嘉宾之外 交场里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 交场内呈现出一片喧嚣景象 有钱的帮钱场 没有钱的战略不威 所以今天的庆典就是这么做的 谢谢大家 摔跤邀请赛是庆典活动的重要内容 双德全的徒弟毫无悬念的赢得了各个级别的比赛冠军 这时主席台上的双德全终于坐不住了 老爷子换下了西服 拎着摔跤服走进场地 七十岁的双德全竟然要亲自上场 哎 啥了呢 摔跤来了 摔跤来了 跟谁摔知道吗 跟我表弟要张傻子 什么不同 小明他叫张傻子呢 小明他叫张傻子呢 想当年拿过冠军 三年北京市 没错 特有所理的 这么特有所理 一摔就一大片 小朋友到他手里开不了张 没摔过小朋友 今儿一老一上 小朋友摔了他就是摔老头 摔老头 哎呀 赢了他 哎呀 待会我摆根冰沫 我吃了三桶 摔也归你 好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又有这么多人藏场 双德全已经忘了自己已经是古希之灵了 一口气连摔了五成 上一次像这样摔跤 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至于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 也许双德全自己都没有想过 就在双德全交场庆典的第二年 潘家园天桥市场洞迁 华盛天桥民俗文化园 积累了六年的人气 也随着这次冻天烟消云散 双德全因年事已高 伤病缠身 无力再主持交场 而自双之节 已改行去做起了旅游 华盛天桥 在王树生的操持下 辗转十里和 2007年 王树生又投资三个亿 耗费了三年的时间 在高碑店建起了这个民俗文化园 我们今后在这块呢 我们这个高碑店这个华盛天桥呢 我们准备就是 把这个园区呢 建成一活的 一个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 老天桥这么一个 一个活的博物馆 将来这块我们可以建这个 按国去老北京天桥那种方式 建八个大棚 八个大棚 每个大棚都有特色 就是新天桥呢 我们准备出新八怪 这个新八怪呢 代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 新天桥的这个文化 老北京的文化 市井文化这块 今天 当王树生坐在他精心营造的 这个天桥剧院里 面对着舞台上 这一新的形式演绎的 老天桥风浪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已经做了二十年的天桥梦 究竟何时才能实现 欢迎订阅 好 厉害 感谢观看